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歡迎收看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整個重點提醒大家頭上 就是我們明天一樣是受到這個頭髮的影響 但是在明天晚上的時候 有這個華蘭分黑 會接近我們台灣 所以在我們的洋豪民地區 北部還有我們東外部地區 如果是我們中南部地區的 或是比較穩定 是說雙虎有兩次學化混亂 會變得比較多 有這個地區的順序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提醒 就是這個柑橘 這個柑橘類進入採收期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這個柑橘的藉殼蟲危害 那可以從這個照片可以看到 被藉殼蟲危害的一個果實的外觀 那麼建議大家可以使用生物 或是一些的方式 或是藥劑的這個防治方式 來這個應對 那麼另外的話 提醒大家像這樣子 低溫乾燥的季節 像最近是比較多 所以說在我們的這個 四季豆的繡病 是一個好發的時刻 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田間的一個狀況 在病害發生的初期 就要加以防治 那是這個天氣的部分 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在拜三的時刻 跟我們說是有頭髮的影響 不過有這個華蘭分析 有這個當兵才刷過的 大頭的接近我們台灣 所以在明天晚上的時刻 北部 東北部地區分析 變得比較多 以後有這個第三季 那是在拜四的時刻 一樣是華蘭分析 影響像是說這個華蘭分析 會更有這個南兵才刷過的 所以說在我們中部 北部 東北部地區 東部的位 都是分析比較多 這個第三季 以後在拜四的時刻 東北風還會稍微增強 所以說拜四的天氣是比較不穩定 那是在拜五的時刻 水氣流流流流 在減少了 不過同樣還有就是 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我們這個 影響民地區 北部東北部分析 同樣是比較多 也是有這個 這留學的機會 如果是我們中南部地區 就比較穩定 那是到這個 拜六的時刻 是比較穩定 拜六的時刻 水氣流流流 減少了 而且東北風也會減少了 所以說 在拜六到星期的天氣是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看到是說 在漏洞的地方 在拜三的時刻 其實是在 我們的西班部地區 是比較穩定 我們在拜三 也不是 華南雲西接近 禮拜四水氣比較明顯增加 禮拜五水氣再減少 所以說天氣有些什麼變化 在禮拜三禮拜四 是相對來說 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時候 降雨機率也比較偏高 那這個未來市 剛剛的這個降雨的預測圖 上面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在我們的 東北部地區 分量比較多 但是我們在中北部地區 是在拜四跟拜五的時刻 這分量比較多 路後的機會也比較大 不過在拜六時刻 可以看到這個水氣 還有明顯減少 拜六的位 西班部地區是比較穩定 東班部雖然說 雲南比較偏多 但是降雨機率也不算是很高 來看一下 在這個風力跟海浪的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看到 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在西南內新竹到陸港沿海跟 爾蘭比沿海是大浪 其他地方的話是中浪 那麼來看一下在我們的這個 里外島部分的話 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金門跟澎湖是大浪 那麼在馬祖 釣魚台跟綠島南遠是中浪 來看一下在潮汐的部分的話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我們宜蘭 頭城花蓮 台東成功 台南 台中 新竹的話是中潮 其他像基隆跟恆春的話是小潮 那麼在這個里外島部分的話 在連江跟這個金門 還有蘭嶼是中潮 澎湖的話是小潮 你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明天的這個 中午高溫的這個 跟今天比較起來的一個落差 明天的話這個 受到黃南雲汐的影響 可能雲量稍會增加 所以會比今天稍會降低一些 中北部跟東北部會降一度 到這個兩度左右 另外在我們的這個 中南部跟東南部的話 就差別不是很大 大概是差一度左右而已 所以明天中午天氣 大致上跟今天差不多 但是未來一個禮拜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氣的變化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 北部地區可以看到 在拜市跟拜國的時候 中島白天的高溫會稍微的 比較偏低 所以會稍微比較偏涼 那麼低溫的話 大概都在19到21度 中午高溫除了 禮拜四禮拜五 21到22度之外 其他時間大概是25到26度 另外南部的話 在我們的南部地區 這個要特別注意 就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些 在早上的時候 一樣是較量的溫度 差不多在11度至23度 那是中台的溫度 差不多是在28度至29度左右 所以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要稍微注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些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在中台的溫度 我們明天在這裡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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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